台军本周举行所谓天马操演实弹射击 公布了新式的陶式导弹发射系统 然而操演期间 却发生多枚导弹拖把坠海的情况 引发外界不满 对此 台军方竟然将原因归咎于 担任此次操演的生手超过二分之一 遭舆论痛批 推卸责任 甩锅之局 台军26号在屏东方山地区 实施天马操演 并首次采用新式载台与发射系统 实弹射击旧型2A陶式导弹 结果白天操演时射击17枚导弹 仅10枚命中目标 此事在岛内引发热议 不少人批评台军训练不足 美国卖烂导弹 对此 台防务部门28号回应表示 要检讨的层面有很多 包括人员训练 弹药 天后等影响 至于是否因为导弹到达使用年限 导致妥善率欠佳 该部门表示会在下周检讨中提出报告 这次涉及操演的成效 有些是没有命中 有些弹药是失效的 预计在下一周会召集相关的夜馆 针对整个射讯成效召开一个检讨会 这一次的天马操演 实际上我们在身手的部分 就有超过二分之一 希望由有实弹射击经验的首手 来带领身手 现在更在针对策入的画面 来就弹检相关的资讯 来做比对 对于台军方的回应 由岛内网友狠批推卸责任 干脆都推给新兵好了 这就是台军真实的表现 台军表现拉垮 却一点也不耽误 他狮子大开口要预算 2025年台当局防务预算规模 已经高达新台币6470亿元 刷新历史记录 我要跟民进党政府特别强调 也就是这个数字 就算你提的再高 如果没有交流对话 还是没有办法确保台湾的安全 据了解 2025年台当局防务预算 将在本月30号 送达台立法机构 有学者指出 已披露的6470亿元新台币预算 可能会发生举债买武器的比率 将近四成 及有可能支出的结构失衡等疑虑 形成泡沫军构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称 有决心提升 所谓自身防卫能力云云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今天表示 台独武装的所谓能力 不过是皮肤汉术 不堪一击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何来国防预算 需要指出的是 民进党当局 只要搞台独 就不会有和平 他们挑衅的越欢 就灭亡的越快 在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任何人都不要幻想 解放军不会出手 而且一旦出手 必是重锤猛击 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 台独武装的所谓能力 不过是皮肤汉术 不堪一击